先前是国际机构公布的台湾第二季GDP表现 那么这个数据传出来 在配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创下近年新高 在立法院当然引发了讨论 也让行政院长陈冲成为众矢之地 甚至由立委要求他下台 而对此呢 今天在立法院有没有最新的说法传出 请慧云告诉我们 好主播针对台湾GDP在亚洲 12国当中吊车尾面对这样的成绩呢 政府有什么样的新作为呢 在刚才行政院长陈冲面对媒体的询问 他特别指出了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会增加到3.4% 主要是受到天候因素的影响 带您看看稍早他的说法 CPI这个事情 我今天早上在院会跟同仁解释过 其实说大家说年增率3.42 其实CPI年增率是8月跟8月比 如果今年1到8月的话 其实是1.86 那3.42这个年增率 就是去年8月跟去年8月比 最主要原因其实是 你分析里面内容的话 在3.42里面有1.89来自蔬菜和水果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去年的8月没有台风 去年的8月有台风 而且我们冲击到我们两个最重要的冲的产地 一个宜兰一个云林 那当然会造成影响 好谈到经济刚才有记者追问是否要内阁改组下台 不过看到行政院长沉重他是转身就走人 没有来正面回应这个问题 不过在刚才的访谈当中 沉重是特别强调CPI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和去年相比今年8月是增加到3.4% 会有这样的这个明显的增加 主要是因为去年的8月台风比较少 今年台风比较多 因此受到天候因素的影响 导致菜价输果价格飙涨 尤其是在葱价的部分 不过现在政府已经严拟了对策 也就是要从国外来进口葱 希望能够平抑菜价